圣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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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 我奉耶稣基督 这位真善美源头的神 求祂赐给你平安 今天晚上我非常高兴 非常开心 非常兴奋 我们邀请到今天晚上的会议 就是传播协会 谢光泽 谢会长 会长你好 大家好 让观众朋友认识一下 介绍你的对比 我是一位小留学生 我在13岁的时候 我就离开了台湾 那我爸爸那时候呢 他就带我去到一个国家 叫做巴拉圭 在南美洲的地方 那我在那里住了三年 那之后呢 我的姑妈又把我带到了巴西 所以我在巴西住了十一年 所以等于就是说 十四年 对 等于就是我的国中高中大学 都是在南美洲读的 父亲把你带过去的原因是什么 那时候 其实在八年年代 台湾经济还没有起飞 所以我叔叔他们在那里 做生意做得还不错 就希望说我的爸爸 什么家族都会过去 那爸爸就很希望我可以努力读书 那我就可以当医生 我就真的非常努力的读书 那当然朝着当医生的目标 然后求进 那在我高中的时候呢 刚好有一次我发生意外 那头部撞到了 然后就通到急诊室里面 当然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可是那时候呢 因为我因为见了一下 然后爸妈又我们在身边 所以突然间我就吓到了自己 简单的来讲就是说怕死 因为我是独子 所以那时候 你重要啊 你要传宗接代的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心里想说 你不像我家里十个兄弟 哇 死两个没问题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在急诊室的时候 那去想说 哇 我如果我走了 那谁要去养爸爸妈妈 所以那个念头就浅了 那去想说 哦 我不能死 我不能死 那你不错啊 你还是想到爸爸妈妈 你不是说我还没结婚呢 我还没交女朋友 OK 你比较好 没有没有 就是那时候想到的就是说 自己对爸妈女生的责任 那想说啊 可是呢 你越想就越吓自己 你就越走不出来 所以我在那个景况之下 我等于就是有点焦虑 对 那没有办法睡觉 所以我就 刚好我们教会有个医生 他当时传到 所以当时他就帮助我 他就给我安眠药 这么年轻住 吃安眠药也很少有 那我就 吃了多久 吃了大概四五个月 其实正确的长度时间 我不进来 然后我就吃了几个月之后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在那个时候 因为很年轻嘛 19岁的样子 19岁 然后我们大家都喜欢开车 到海边去玩啊 对 我自己呢 每次 大家一群弟兄姐妹 一起朋友要去玩的时候 我就非常期待 可是 那个车子一离开城市的时候 我的那个心口上的石头就越来越重 因为我们知道说 当我一离开都市的时候 我就离医院越远 哇 你这么年轻就想到这个 我现在八十次 有人建议我们 住家一定要离医院十分钟 因为来得及急救 所以那时候 那时候就想到 哇 离城市医院就远 因为我对 本来就是想要读 所以对这边特别注意这样子 那反而 是害了你自己走一出来 然后那时候刚好天韵呢 他们就巡回到巴西 然后那时候他们就唱了一首歌 叫做耶稣给你平安 这首歌我会唱 哦 这首歌讲到这世上有苦难 但是主耶稣可以给你平安 那时候就把这首歌的平安的 信息就放到我的心里面 我那时候就听进去 我开始就知道 有这个平安可以在我心里面 但是当然没有一听完就马上好了 没有 离务师来到巴西 我听过的 来到巴西 然后我们有夏令明 然后那时候他就呼召 如果你愿意把你的生命给神 然后神来使用 那这个歌叫奉献 叫奉献 那时候我就很简单 我就说OK 对 我就奉献 那我就说 哦 那我现在生命是谁 什么呢 对 我就自然而然的 神在带领我 祂给我平安 所以祂带领我前面的道路 所以我只要把我的生命交给祂 然后我们就接下来 那个恐惧就不见了 哇哦 对 那我们就之后 我就跟神导致 如果有机会的话 那我就回到台湾 因为是天悦和上台 唱这首歌给我 让你接触到这个平安 这个平安 接触到耶稣的恩典 对 所以你就很想参加天悦 做当时他们 你要做他们当时做的事 没错 平安传给别人 没错 就是我当时我受益 也报答上帝给我的恩典 因为在我困难中的时候 他帮助了我 所以我就跟神祷告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就回来台湾 加入KMV上台 结果上帝就 这位导演 就奇妙的把你从中南美洲 巴西带回来台湾 是的 是吧 是 当然我一开始 我第一次去interview的时候 因为我不是科班 所以他们 在我们的音乐程度 当然没有科班的好 对 所以他们就考虑 所以你是不是参加在当地的教会 有参加师班 是 我有参加师班 对 因为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 然后就对我在师班演唱歌 那我当然他们就给我机会咯 那我就加入 你interview的时候你就通过 第一次没有 第二次 对 第二次我去的天运两次 OK 那他们知道你会讲葡萄牙文 或者是西班牙文 对 其实对天运有帮助 你到了中南美洲那些国家 你可以帮忙翻译啊 原则上就是 我有一位老师 他是以前天运团员 所以他是特别介绍给葡老师说 这个年轻人 不错 然后他的国际观 他的语言 各方面都可以 相信可以在天运里面 可以跟大家一起服侍 可以有一些个帮廊 天运也需要你这样的人 所以把上帝就把你这样的人放到天运 放到旧传 是的 这种人我们叫 我叫什么 天才 我不敢这样自称 我们都是天国的人才 Amen 这个认同 这个圣经说 以夫所说说 我们是他的工作 是 这个英文叫work mission 我们是上帝的杰族 我们是天才 天国的人才 那就在天运这方面负责吗 还是还有一些 一开始我加入天运的时候 当然是开始跟他们 到处去巡回一个叉 那我主要的就是做行政 所以所有的邀请 都会从这边来 演诺 对外的演诺 然后之后慢慢的就开始 学习怎么样制作节目 对 那再来就是 因为有机会去读到了MBA 因为彭老师那时候 我本来想 彭老师就是 就说创办人 彭文慧老师 彭文慧老师 很多人是彭老师的学生 学英文 那有一天我刚好在 跟我那时候的主管 夜无心夜姐 彭文慧 我知道 那时候我就跟他说 我就去看夜姐 夜姐啊我觉得我 因为在做佛母工作 所以如果可以多读一些圣经的 真理 真理 然后装备自己 然后当然在传递的时候 信息的时候会更 更准确更有把握 对对对对对 那彭老师那时候他就 听到我们两个对话 他就说 我觉得啊 如果要传福音 不需要读那么多圣经的历史背景 对你只要把救恩的信息 传得清楚就可以 对对 所以他就鼓励我 还是先去读MBA 因为旧式传播协会 所以我们需要有这种人 对我们是空中语教师 跟天鹅少彤 对 所以我们等于就是 还有杂志 对就是英文 跟音乐 各种出版品 对 那彭老师就说 那因为我们整个机构里面 有两百多人 所以管理这一块 如果你可以去读的话 不错 因为他可能看到我可以做行政管理这一块 对 上次可能也读这样的一次他看到了 所以他就鼓励我去读MBA 那我就读完了MBA之后呢 慢慢的因为在 在旧传 就是通过协会里面 也慢慢负责更多 所以就成为一个副会长 然后成为执行副会长 然后到会长 对 那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董事长 现在董事长 董赛群 他特别跟我说 当然我们在机构里面服饰 然后如果可以装 神学的装备更好 那刚好回应了 我之前本来就想去读神学院 所以我在旧传的服事里面 这23年里面 我读MBA 也读了 去修了神学院的课程 嗯 华神吗 华神 那当年你是因为听了一首圣诗 对 耶稣给你平安 在世上有苦难 耶稣给你平安 你本来要做牙医这个行业 是 牙医很好赚啊 嗯 11个牙就七八万了 我知道行情 你为什么会从牙医这一个 转到传规 你这个 你的动机 你的心态 应该 简单来讲应该 有一段经文 跟你说得 那段经文就是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物 还有什么基础呢 所以我那时候就去 就在思考 我可以赚很多的钱 但是我的生命失去了 我失去了永恒的生命 对 那还有什么益处呢 所以我就 因为这首 这个经文 然后再来天明有一首歌 叫做永恒的单位 明克力 哪天才足够呢 对 那你的 快乐 能够长久 对 那我就 我就去思考了这件事情 我就跟神道道 所以我就决定献身 一方面 一方面 上帝把平安带给你 因为我开始去思想的事情 就是刚刚我们谈到的恐惧 耶稣当时在世上的时候 最后要上十字架 在克西玛尼人里面 门徒都睡着 他祷告完了 犹大带了玉队兵兵 拿了刀剑火把 来抓耶稣 是 耶稣说你们找什么 我们找拉撒的耶稣 原本说没有说 后面 我就是 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 他有天上的平安 你在医院里面 吃了两三个月的安眠药 应该是三四个月 不管他 但是你会发现 后来又平安 是的 为什么 因为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 好嘞 哥罗西书第三章 我也一样 我不是怕死 我跟你不一样 我那时候还没想到会死 因为我没有住过急诊 我年轻没有住过急诊 我很恐惧 我这么多年船不一样 我发现 有人到了快要死的前 他会充满恐惧 他不知道到哪里去 不知道会 我认得 有一个也上过节目 新竹马街医院的急诊部的主任 白勇家医生 主任地区 他说有的时候 他在急诊 所以有人很可能就是 濒临死 迷流的时候 他说医生 我看到你 牛头马面 我最近去看我大哥 90岁 90岁 健在 头发比我还多 有一天在温哥华 他娶一个94岁的老太太吃饭 两个人家只有一百九 有意思吧 是 女儿开车 回家的路上 妈妈就跟女儿说 到家了 有人来接我吗 她说没有啊 离家里还有一段距离啊 这个家妈妈就这样子就这样 天使来接她 充满了盼望 充满了盼望 你看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你说你怎么知道 他追死里边是我做的 嗯 再讲一个更真实的例子 中央母航的理事 叫温英干 温英 我知道温教授 温教授 我跟他很好 原因很简单 我们小同乡 我们都是广东大埔 大埔人在台湾很少 我们是若狩 去年的三月 他无意中发现胆管癌 这个很罕见 就是说 长癌的部分 这个地方很罕见 三月 就治疗了 情况都很严重 每天回来打 突然到了六月间 住到加护病房 病情要死者 嗯 你知道那时候疫情很严重 所以美国的加护病房 家人跟别人进去 嗯 六月十二号 台北时间早上七点四十 他一台四十 走以前 发一个PEX 给家人 那还好有这个PEX 我说里面有 我里面的声音对我说 你在地上的工作已经做完了 行 你现在到我这边 你看多不一样 你们这么多年 各处去传福音 我是用讲的 你们是用唱的 我为什么不用唱的 我被诗班赶出来 所以我没有这个恩赐 后来我现在讲台上自己唱 我读唱你也没办法 我 你们唱语 词语 有没有碰到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 活活的真正 是 其实我非常感恩 是你给我这样的机会 透过诗歌来帮助一些人 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 有一位弟兄 我们去纽西兰 他是终于接在我 然后是开车 然后就是接受我们 然后我们在第二次再回去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看到这一部全面 对 那他太感就跟我说 说我们上次去的 我们唱一首歌叫做勇敢 勇敢 勇敢 那位弟兄要去见主面的时候 就是这一首歌 陪他走到最后一秒钟 鼓励了他 带给他盼望 带给他盼望 勇敢他的未来 因为他知道他的未来的时候 他就没有人心进去 感谢上帝 已不守书告什么 没有神 没有子王 一个没有神的人 就没有子王 他不知道 进到永恒里 会发生什么 不知道 而上帝根据传道书第三章 他有把永恒的这种本能给的人 所以大部分人都相信 不仅有今生还有乃士 是 有天堂也有地医院 有阴间也有乐园 但是我将来要到哪里去 不知道 福音 让你们有盼望 我们还没去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会去 对 我们不怕死 对 我两年前被医生误诊 和我胰障还没去 哪个医院不要讲 台北前三大医院 OK 他把我检查 我超音波 有一位肿瘤 胰障 然后做了CT 确定有 我照吃照睡 照讲道 生有食 怎么样 生有食 生命在上帝手里去那里好不好 是 我求你去天堂好不好 肯定 我常开玩笑说 不是好 是好得无比 是 所以我跟我那人讲 我已经准备好 随时可以见上帝 是 没有想到我太老 臭马一顿 一直想到你自己 这一辈子他嫁给我第一次讲 你知道我不能没有你 我拍桌子说 你为什么不长讲 你为什么对我好一点 你看 在爱的里面没有恐惧 是的 在爱里面没有恐惧 然后我们有 永生的盼望 对啊 对啊 你看永恒跟战事 对 我们有眼光 嗯 那个眼光从哪来 是昂迪的角落 所以平安就带给了我 对 到我的心里 有很多的恩典 是 很多的恩典 像我 从小 亲人一下 他们当然叔叔他们都很爱我 爸爸在台湾 对 叔叔在那边 叔叔总不是爸爸 对 这个很简单 那我就 因为自己的帮忙在身边 所以神就供应我 我就先求祂的福 和祂的一切的需要 马太夫 先求祂的福 这一切都加给你 对 那非常 你怎么供应一方 讲给我们听 因为我在 在求求的过程当中 刚好家里不惨 做生意失败了还是 爸爸去把自己 自己把它加了一块钱 然后就盖房子 然后 那时候盖房子很赚钱 然后产权的问题 所以就没有办法卖 没有办法就利息 就开始滚 利息不得了啊 所以他就等于是就没有办法 在经济这一块就没有办法 所以就 我们就失去了所有的一切 那时候呢 我刚刚在读 大学 所以我们牙医信人 我买很多的器材 其实也没什么情 对 那时候就一边办公办读 也读完了 然后之后回来台湾又加入了地域 对 那到现在的我 我什么都不去 我虽然我还没有结婚 我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妻子 我没有孩子 我也没有房子 对 那我只有一部二手车 所以我就说我非常的 上帝的供应 上帝供应 上帝的恩典 所以我 这二三十年来 我没有是任何的缺乏 对 虽然可能在一般人眼中 你可以当医生 赚很多的钱 但是我内心人生 空护 而且我所需要的我都能用 天宇的首歌啊 天空的鸟儿 从来不会生活吗 野地的花 野地的花 马太空音 我都会背啊 野地的花 穿着美丽的衣裳 天空的鸟儿 从来不会生活吗 我们感谢主上帝养活我们 我们正要活在祂的旨意里 诗篇二三篇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这是前提 是 我必须是谁 中文还不够好 英语是 I should not want 上帝的功能 上帝的保护 上帝的保护 我结婚到现在小偷 没来过我家 我骑过车 骑了几十年 几乎没有出过车会 谁的保守 我当然每次开车都祷告 不能随便乱开啊 对吧 手规矩也要 手规矩也要 主啊让我不要碰到红灯 万一碰到红灯 不要炒红灯 万一炒红灯 旁边没有警察 万一有警察 刚好是基督徒 天生我才一定有警察 上帝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地方 你用你的行政专材 你用你的歌声 服侍上帝 我现在用讲道服侍上帝 行 我现在发去年我算一下 我还讲到210成 哇 这还不是最多的 我年轻的时候 我白天上班晚上长大 你猜猜看我讲多少场 一年 白天上班 我是上午 朝八晚五的 是 365天应该有超过365场 600场 哇 你活得精彩 好导演 别的导演是教你怎么演 对不对 你这个手势要这样 我们这个耶稣好奇妙 住在里面帮你演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释迦 现在活的不再是我 来是什么 基督在我里面活 这个导演活在里面帮你演 是 很美 你自己都吓一跳 是 你知道我们常在教会里 社会上碰到一些疑难杂症 就是说人家的问题 你根本不知道 没事先不知道问题的 你要连场回答的 是 突然想到上帝又给智慧回答 谁 神灵 上帝的眼光 我们现在看事情 不想用世界人 才跟民 跟利跟权啊 如果你想赚钱 你想在社会上有地位 做你的牙医嘛 你为什么会选择 上帝给你一个跟别人不同的价值观 人生观 是 每一个信耶稣 亲爱的观众朋友 信耶稣有说不完的好处 我跟协会长讲了这么一个晚上 讲不到十分之一 没错 我们主持的节目唯一的目的 有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 我们去过好的风景区 介绍别人 我们看到好的电影 我们介绍别人 好吃的东西 介绍别人 我们叫美食 是 我下次如果看到美女 我就介绍给你 谢谢 我家里已经有一个美女 对不对 是 我们现在好福音 我们介绍 是 朋友们 我今天带了一瓶水来 好不好喝 喝一口 那一个家的 那个餐点好不好吃 吃一口 是的 信耶稣好不好 信心坦 给他三个月的时间 请他到你的心里 承认你的罪 每个人都有罪 罪是遗传来的 从亚当来的没办法 像我的秃头 是我爸爸的秃头 你试试看 耶稣是活的 因为他从死里复 你的人生会开始不一样 你的价值观会不一样 上帝的能力在你里面 这种不是你原来有的潜能 是上帝给你的潜能 让你的潜能发挥到你自己下一条 我就是如此 会长也是如此 所以我诚恳地邀请您 最后结束以前 亲爱的观众 愿不可以跟我一起做一个 信耶稣的祷告 信心坦 我说一句 请你说一句 好吗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爱我 为我的罪 从死在十字架上 又从死里复活 今天晚上 我打开我的心 请你住在我的心里 赦免我一切的罪 赦免我一切的罪 给我你来的生命 给我你来的生命 新的生命 新的生命 神的生命 神的生命 活出神的生活 活出神的生命 给我智慧 给我智慧 爱 能力 保护 供应 安慰 引导 赐福我 以及我的全家人 以及我的全家人 婚姻 事业 家庭 健康 都蒙你的赐福 都蒙你的赐福 谢谢你听我的祷告 谢谢你听我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有没有什么讲点跟观众话 是 我想我们人生在世 在世短短的几十年 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样的 知道续算我们的日子 让我们也要记得 要续算我们的日子 来得到智慧的心 愿你们可以得到 从天来的智慧 来带领你们每一天的脚步 协会长 如果当你做这样祷告以后 耶稣现在在哪里 谢谢你 一个种子种在土里 给点水给点阳光 给点养分 给点空气 一定会发芽 每天祷告 选一本圣经来念 像手机充电一样 耶稣会活在你里面 也会有必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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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